好 各位考生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第二节 关于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 这节比较简单 但是很容易考你客观题的一些选项 都是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应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税收管理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是指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或者说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 包括港澳台企业 以及其他组织的常驻代表机构 也就是我们讲了 这个外国企业的常驻代表机构 它其实本质上已经形成了什么 常设机构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机构的所得税 原则上我们是按照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常所的25% 按照营业利润来进行征税的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税务登记 那你既然都已经注册了 你在工商部门 都已经要进行注册备案登记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肯定要办理什么 税务登记 那么代表机构应当次领取 或者说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你经过工商注册的 那么领取营业制造 制日期 那么或者说是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制日期的几天内 30天内 向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什么 税务登记 其实这个我们后面一张 有我们13章的这个 税务证官法里面 我们税收证官法当中 关于税务登记管理里面 我们还会谈则问题 第二个 代表机构的如果说 税务登记的内容发生变化 或者说是住在期届满 要提前终止业务活动的 按照征管法的有关规定 向税务机关 主管的税务机关 你在哪里登记的 就在哪里办理什么呢 办理变更登记 或者什么 注销登记 那么代表机构 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 就其清算所得 向主管税务机关 进行申报 并依法交纳 写所得税 第二个 账本凭证管理 代表机构呢 应当按照有关的 法律法规理 和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的规定 要干嘛 设置账本 你要设置账本 依法 根据合法有效的 这个记账凭证 来进行会计核算 第三个 写所得税 代表机构 应当按照 有实际旅行的功能 和承担的风险 相匹配的原则 准确的计算 其应税的收入 和应纳税所得额 并在每季中两后的 15天内 15天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 要据实申报什么 切所得税 那么 这里面的计算的话 我们按照第四章第七节 有关税额计算 其实你在这里面 我还是那句话 常设机构的话 我还是这句话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 你一旦构成了常设机构 你就要想到下面一个条款 什么 营业利润 你首先第一个 你要形成 你要这个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首先第一个判断 你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这个代表机构 你是否满足常设机构条件 OK 你满足了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零业利润条款 来减征税 那营业利润 你既然讲到是利润 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算的 收入减成本费用 税率是多少 25% 你常设机构 我们外乎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 你有机构场所 构成了常设机构 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什么 有联系的 我们按照营业利润 25% 来征收所得税 那如果说 你没有常设机构 或者说是有常设机构 但取得的所得与该机构什么 没有联系的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其他条款 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就是我们非居民企业的 所得税的 这个税率的问题 你先想看 我们当时这个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税率 是怎么讲的 你非居民企业 首先第一个 你要看的是什么 在中国境内有没有机构场所 OK 有机构场所 首先第一个 取得的所得与该机构场所 有联系的 那这个有联系的话 即包括境内有联系的 和什么 和境外有联系的 在中国交税 按照什么 按照营业利润25%交税 如果说你这个常设机构 有常设机构 但取得的所得与该常设机构 是没有联系的 你没有联系的话 只有是一个境内的所得 在中国交税 没有联系 你不能用营业利润 用的是其他 那其他的条款的话 你该全额的全额 该差额的差额 也就转让财产是差额了 其他大部分都是全额 百分之几 二十减半 百分之十 就百分之十 所以说有些东西 你这个非居民企业 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小心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非居民 这个 这个我板述一下吧 非居民企业 一定要小心 小心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税率不要乱用 自己判断 我觉得以你们目前的水平 应该都能够判断得出来 首先第一个 非居民企业 你看到是非居民企业 你首先第一个条件反射 就要看有没有什么机构场所 有机构场所的话 首先你还要判断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这个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是有机构场所的 而且要看 你现在取得的所得 跟该机构场所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联系 有联系 和什么 没有联系 看得懂吗 如果说你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有联系的 这个时候 请拿住一下 有联系的 我这里写一下 境内的 境外的 我们都要交 对不对 你只要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有了机构场所 取得的所得 是与该机构场所 是有联系的 不管你是境内的 有联系的 还是境外有联系的所得 你都要在中国交税 这个时候税率是多少 我可以告诉各位 25% 对不对 这是我们前面 在讲企业所得税里面 所讲的25% 如果说你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 是没有联系的 那没有联系的话 请拿住一下 境内的 要交税吗 要 百分之几 二十减半 百分之十 境外的 要不要交税 不要 不需要在中国交税 我们中国政府 没有征税权的 听懂懂了没有 你看看 有机构场所的 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 有联系的 境内境外 都要在中国交税 百分之几 25% 你有联系啊 为什么 你构成了常设机构 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有联系的 我们就要按照什么 就要按照营业利润 来进行征税 那营业利润怎么算的 收入减成本费用 那跟居民企业一样了 25% 如果说你有机构场所 但取得的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 没有联系 首先 没有联系 我们就不能够 用营业利润条款 来进行征税了 这个时候 你要看这个 没有连续的所得 是来源于境内 还是来源于境外 境内所得 你肯定要在中国交税啊 你是所得来源 在哪里 在境内啊 多少 20减半 10% 境外的 我们就没有征税权了 你如果说 没有机构场所的 没有机构场所的话 非居民企业 没有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怎么看 你就看这个所得 是来源于境内 还是境外的 是境内 还是境外所得 如果说是境内的 肯定要交税 多少 10% 如果说是境外的 就没有征税权了 我们中国政府 就没征税权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一定要去 想一想 多问一个为什么 是吧 我再次强调一下啊 这个非居民企业的 有关的一些税率的问题 你真的不要去小看它 它呢不会去考你大题目 是真恶心的时候 就是考你到一分 两分的客观题 就放在这个客观题里面考 恶心 也真的是恶心 你一把 你好像觉得挺沾沾自喜的 好像有一个选项 我算出来的结果 里面有个选项 有可能你算的是错的 我就这么说了 不要乱用 就大家知道一下 再看其他税种 如果说是这个代表机构 发生增值税 应税行为的 那按照有关的规定 就要交纳增值税 那么你交纳增值税之后 你还要交纳什么 承建税 交一费付加 地方交一付加 对吧 然后在申报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代表机构的纳税地点 是机构所在地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 据实申报方式 这个的代表机构 应当在每季中疗后的15天内 像主管税务机关 你要预交企业所得税的 那么发生增值税的 纳税义务的 那么代表机构 按照增值税的有关规定 像主管税务机关 据实申报增值税 那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增值税的话 如果说你代表机构的增值税 他认定你是小规模的 你就该安级的安级 认定你是一般纳税人的话 该安约的就去安约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个是非居民企业 干嘛 承报工程 非居民企业承报工程 和提供劳务 有关的税务管理要求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所讲的承报工程 是只是在中国境内 承包建筑 安装 装培 修缮 装饰 勘饰和其他工程作业 劳务的话是在中国境内 从事加工 修理修配 交通运输 仓储租赁 咨询经济 设计 文化体育 技术服务 教育培训 旅游 娱乐和其他的一些劳务活动 那么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凭证管理 要求的是什么呢 按照规定 要依法设置什么 账簿 然后进行什么 会计核算 然后呢 所得税的话呢 按照有关非居民企业 因纳税额的计算 这个时候我们也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说你是工程承包的 这个建筑工地 能不能作为 这种我们所讲的 工程型的常设机构 看什么 时间 有没有超过半年吗 劳务的话 要求在中国境内干嘛 受雇 有雇员的等等 这里面劳务型的常设机构 和工程型的常设机构的判定 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讲一句是有的 自己再去看看 对于其他税种 那么有增值税的 按照有关规定 境外单位在中国境内 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的 是属于什么 增值税的应税范围 而且在中国境内 有营业机构的 按照一般计税 或者减一计税方法 自行申报交纳 什么增值税 也就是说 你现在什么 提供方式在境外 提供建筑服务 提供劳务服务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接受方在哪里 在境内 那肯定是属于 增值税的一个什么 境内的概念 你看看第二张 增值税 你学的什么东西 在哪里 跑上去第一节里面 增值税的增税范围 里面我们讲过一个 属地原则吧 这里面涉及到 这个是属于 增值税的应税什么 服务 那么服务的话 我们要求服务的什么 提供方或接受方 在哪里 境内 你现在这个是 是境外企业提供的 接受方在哪里 境内 你肯定要在中国境内交税 如果说现在这个 工程也好 劳务也好 在中国境内 是有营业机构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 一般计税或者减计税 也就按照 税务机关的认定 你是一般纳税 还是小规模纳税 你有营业机构了 自行申报的 你没有营业机构的话 是代理人 没有代理人怎么办 扣交计税 对不对 你看第二个 如果说境外的单位 在中国境内 没有设立营业机构的 以购买方为增值税的什么 扣交义务人 境内的服务的接受方 为扣交义务人 按照下列公式来扣交 这个增值税 这个怎么扣交的 按照什么 这是我们所讲的扣交计税 这是增值税的扣交计税方法 讲过吧 这是第二章的内容 对吧 你说你以这个工程 劳务 你有机构场所的 你自行申报的 怎么申报 你一般那种肖像减计 想你减计税的 你就按照减计税来 进行申报就行了 你说你没有营业机构的 我们代理人 没有代理人的话 购买方案 来作为什么扣交义务人 这是我们要用扣交计税 扣交计税的话 我们是不减计算的 都是按照适用税率 这注意下 第三个 非居民企业 或者说是扣交义务人 在计算 交纳或者扣交增值税的同时 还按照规定 要去扣交有关的承建税 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我们再看第三个 关于利息股息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 和转让财产所得的有关税收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非居民企业 取得的此类所得 应当交纳的所得税 我们实行什么 原权扣交 我们讲过吧 非居民企业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强调 是10%的非居民企业 10%的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取得的什么 利息股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原权扣交 那还有一个 我说一下 10%的非居民 我们都是原权扣交的 25%的话你自行申报的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非居民企业 10%的非居民企业 我们实行什么 原权扣交 代扣代交 我说一下 这笔税款 这笔原权扣交的 这个10%的这笔税款 我们也称之为 预提所得税 我们后面马上第三节 要用得到这个概念了 预提所得税 比如说 你听一下 我们中国境内的一家企业 分红分给A国的某公司 分给A国的某公司 那站在A国的角度 境外的 A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我们A国的这家企业 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 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补锡红利 好了 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 要原权扣交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我稍微 画一画 我们境内的 比如说境内的假公司 干嘛 分红 分给A国的 比如说一公司 比如说分了一千万 我们都以人民币计价 分红一千万 好了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现在不考虑其他事项 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说是 境内的假公司 分红 分给境外的A国乙公司 一千万 那我们就要帮乙公司 要进行原权扣交 百分之十的一笔所得税 听懂了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要扣交 多少所得税 是一千万的百分之几 一百万 没问题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以公司实际收到多少钱 九百万 比如说我们境内的假公司 要分给你 假分给你一千万 但是要帮你扣了一笔 一百万的所得税 那实际你到手只有多少 九百万 我们不考虑其他事项 九百万 好 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 这一笔扣交的这笔所得税 是谁的所得税 是假的还是乙的 乙的 再讲清楚 这笔所得税是乙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笔所得税 又称之为什么 预提所得税 这个所得税 我们也叫做预提所得税 请要注意一下 这笔百分之十的 这笔扣交的这笔所得税 我们也称之为预提所得税 这个预提所得税是谁的 是乙的税 听到东西是吧 是已在中国要交纳的所得税 但是这笔所得税 并不是由你自己申报的 是由假来干嘛 原权扣交 代扣代交的 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 反过来讲 如果说现在我们在A国 取得了一千万的股息 我们在A国 取得了一千万的股息 然后A国的乙公司 也要帮我们按照 A国的所得税税率 预提的所得税税率 要扣交一笔所得税 这笔预提所得税是谁的 是我们的 也是一样的 这个预提所得税 有点像买入钱一样的 你看得懂 这笔预提所得税 其实是一笔买入钱 这笔买入钱 这笔预提所得税 我们可以进行什么 所得税款的抵免 在第三届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抵免的 我们可以进行抵免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倒过来 我们从A国 取得了这个一千万的分红 然后在A国 交了一百万的 这笔预提所得税 这笔预提所得税 是我们自己的税 那么在中国境内可以进行什么 抵免的 所得税款的抵免的 后面要用得到 这个概念 我就先讲到这里 其实后面还有东西 但是我先讲到这里 因为你在这里面的话 后面几个所得税 你要分分类的 到底是谁的所得税 不同的所得税 它的抵免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站在这个案例当中 这个一百万的所得税 是谁的 是你的所得税 不是假的所得税 听得懂这次吧 所以说站在 以公司的角度 这个一百万 我们是进行的是直接底面 因为这个一百万的所得税 是以我自己的所得税 但我如果说 再引证再往下讲 你想想看 假公司如果说要分红 分一千万给你 那肯定是假要先交 二十五的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 先交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 对不对 形成税后利润 然后再分红 分给谁 分给你一千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笔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 是谁的 是假的所得税 听得懂这意思吧 这个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假在中国境内 先交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之后 形成了税后利润 然后再拿出来一千万分给你 没问题吧 那这时候假要先交二十五的所得税吧 这笔所得税是谁的所得税 是假的所得税 是不是以的 不是 但是如果说符合条件 站在以的角度 我为了要拿到这一千万的分红 其实以要负担两笔所得税 第一个 是假要交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 里面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这一百万 这一百万的所得税是谁的 是以的 但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是谁的 是假的 这两笔所得税都可以进行抵免 在A国都可以进行抵免 但是抵免的类型 或者叫抵免的方法有所差异 因为这个一百万的所得税 是谁的所得税 是以的所得税 是他自己的所得税 那么在A国 在自己国家进行什么 直接抵免 但是为了要拿到这一千万的分红 假要必须先交二十五的所得税 那这笔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 是谁的 是假的 并不是以的 但为了要拿到分红 你假必须要先交税再分红 所以说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 假的这笔所得税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在 以公司所在国A国进行什么 间接抵免 这里面有两个抵免 一个是直接抵免 一百万 预体所得税是进行直接抵免的 而假公司交的这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税 我们是要进行什么 间接抵免 因为这笔所得税并不是假的 并不是以的是假的 但是为了要分红 假必须要交税才能够分红 所以说以为了要拿到分红 就要去负担假的这百分之二十五的 所得税里面一部分 那负担的这一部分的所得税税款 那就是在 以公司所在国进行什么 间接抵免 它不是我的税 但我也可以进行抵免 当然就不是直接抵免 而是什么 间接抵免 后面第三节要用得到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 所以说很多人这个第三节 听不懂直接抵免 间接抵免搞不清楚 后面还有直接加间接的组合抵免 你要分分清 这个税到底是谁的税 这都知道一下 对于股息红利 这个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财产转让 这个百分之十的非居民企业 我们实行原权扣交 这百分之十现在都知道了吧 预地做的税 不是扣交义务人的税 是谁的税 是非居民企业的税 这个要讲清楚 这个税款 由扣交义务人在每次支付 或者到期应当支付时 从这个应付款项当中进行扣交 扣交义务人没有依法扣交的 那么有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交纳 纳税人没有依法交纳的 那么税务机关可以从纳税人 在中国进行的其他项目收入 来进行什么 追缴 那么扣交义务人 每次扣交的应当 自代扣代交至于期的几天内 七天内交入国库 并向所在地报送一个扣交 所得税的一个什么报告表 那么具体的计算 因为在这里面涉及到 百分之十的股息红利特许权使用费 全额 财产转让差额 用转让收入减掉一个财产的什么值 净值不是原值 减掉财产净值后的余额百分之十 那么扣交税款还有一些要求 了解一下 支付人自行 委托代理或者指定第三方 代为支付款项的 或者因为担保合同 或者法律规定等原因 由第三方保证人 或者担保人支付相关款项的 仍然是由委托人 指定人被保证人 被担保人承担相应的什么 扣交义务 那么扣交义务人 应当自扣交义务 发生之日起的几天内 七天内 向扣交义务所在地的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和解交 代扣代交税款 扣交义务人发生 到期应当支付 而没有支付情形的 我们按照下列规定来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和非居民企业 签订与股息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 有关的合同或者协议的 如果说没有按照合同或者协议 约定的日期支付上述所得的 或者变更 或者修改合同协议 这个延期支付的 但已经记录到有关成本费用的 并且在所得税纳税年度申报时 做税前扣除的 应当在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按照规定 干嘛 代扣代交 企业所得税 这也好说 什么意思 你们听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中国境内 比如说 我们境内的企业 要支付 给境外的非居民企业 比如说一个什么 利息 比如说100万的利息 那照理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约定 约定是在2021年的 12月31日前 要支付 这个100万的利息的 但是因为 由于实质原因 我们实际支付 什么时候支付呢 可能到了2022年的 6月1日才进行支付 我们约定是在 21年年底支付的 现在实际支付 是什么时候支付的呢 是在今年的 6月1号支付的 但是呢 我们约定是在 去年年底支付的 而且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什么 这100万的利息 我在21年的利润里面 已经减掉了 已经减掉了 但是我付是什么时候付的 是在今年6月份才付的 那这个时候 我扣交是什么时候 扣交 你要讲清楚 我们有要求的 你既然这个100万的利息 已经在21年 已经在你自己的利润里面 已经减过这笔利息了 是吧 也就是说 我相当有 我已经记录到什么 成本费用了 但是你是在22年 才支付的 但是我已经在21年的 利润里面 已经减过了 那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既然在21年的利润里面 已经减掉了 而且没有做纳税调整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100万的 这笔利息 你已经进行纳税申报过了 在所得税前扣除了 那申报过了 那这个时候 应当在企业所得税 纳税年度申报的时候 按照有关规定 要代扣代交所得税 也就是说 你既然这个100万的利息 已经在21年已经扣过了 已经在你的利润里面减掉了 你也结清所得税了 那对不起 尽管你是在22年支付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100万利息 对应的一笔预扣预交的 你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 取得利息了 你要交10%的所得税了 对不对 那这笔所得税 你也给我在21年的时候 申报的时候 要进行什么 代扣代交 这也好说 第二个 如果上述到期 没有支付的一些所得款项 不是一次性记录到成本费用的 而是记录到有关资函的原价 或者筹办费的 那么在该类资函 投入使用 或者开始经营后 分期贪入成本费用的 分年度在所得税前扣除的 应当在记录相关资函年度的 纳税申报时 要干嘛 全额代扣代交所得税 有可能这个利息 你干嘛 你资本化 你支付给境外企业的 这个利息要资本化 你资本化 有可能在21年年底资本化的 你并没有在21年 所得税前扣除 为什么 你资产还没有折旧贪消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什么 按照你资产 记录到有关资产年度的 申报的时候 也就是你在21年 这个利息资本化了 但是你没有支付 你既然在21年已经资本化了 那你这个时候 给我在21年就要干嘛 这100万的利息 给我全额干嘛 代扣代交所得税 第三个 如果企业在合同或者协议当中 约定支付日期之前 就已经支付了上述 支付钱就已经支付了 上述所得款项的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实际支付的有关规定 来干嘛 代扣代交 这是按照实际支付 因为本来是约定 你比如说是21年 年底支付利息的 但是你在说 你说什么 我是在什么 20年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100万的利息 提前付掉了 提前付掉 提前扣 对不对 在你实际支付的时候 代扣代交 第四个 非居民企业取得 源泉扣交的所得 如果说是股息红利 等权性投资收益的 应当扣交 又发生时间 为什么 为股息红利等权性投资 所以的什么 实际支付的日期 这个很特殊 股息红利 我们是按照实际支付的日期 来进行什么 源泉扣交 比如说我们约定 21年股东 比如说我们21年 股东做决议了 要干嘛 要分红了 股东决议是在21年做的 实际分红是在22年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来扣交 这笔股息红利的 预体所得税 实际支付 22年再扣 第五个 非居民企业采用的是什么 分期收款方式 取得源泉扣交的 所得的同一个 这个财产转让所得的 应当分期 其分期款项收入 可以视为 先收回以前投资的成本 待全部收回后 再计算并扣交 所得税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是财产转让 而且是什么 分期支付的 你财产转让是 人家是分期支付的 那分期支付的话 我们就先什么 先给我充成本 先视同 先收回成本 收完以后 成本收完以后 剩下来的再去干嘛 再去扣交所得税款 你看一下这个例子 什么意思 他这么说的 他说境外的A公司 为非居民企业 境内的B和C呢 均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居民企业 现在A和B各持有 C公司50%的股权 A投资时呢 投资取得C的50%的成本 是多少呢 500万 现在呢 1月10号 A公司呢 以1000万元的价格呢 一次性 这样这个该项股权呢 卖给谁呢 卖给B A把C的50%的股权啊 以1000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谁 卖给了B 按照合同约定呢 B呢 应当于21年的 这个2月10号 3月10号 4月10号 分三期支付300万 400万和300万 那么在这里面 2月10号先付了多少 先付了300万 你要看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啊 C公司里面呢 有这个股东 这个一个是A 还有一个是什么 B 你要讲清楚啊 现在A呢 是什么境外的 B呢 是什么 是境内的 现在A呢 把这个股权转让 把C的股权啊 转让给了谁 转让给了B 卖给了B 那肯定是 B要付给A 一笔对价 对吧 B付给A对价 有多少 有一千万 有一千万 但是呢 我初始的投资成本 是多少呢 初始的投资成本 只有五百万 这一千万分几期 分三期 第一期是多少 三百万 第二期是四百万 第三期剩下来的三百万 它是分三期支付的 对价有多少 有一千万 看得懂这一次吧 那好了 首先呢 二月份先付了多少 先付了三百万 这先付了三百万呢 那这个时候 初始成本是多少 初始成本是五百万 那这三百万支付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仅仅是收回五百万 本金当中的多少 三百万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面 这种支付 散不征税 你不需要扣交所得税 第二次呢 又收回了多少 收回了这个多少 四百万 那收回了四百万 支付了四百万之后 我原来第一次三百万里面 从五百万成本里面 充掉了多少 三百万的成本 那还有两百万的成本 现在收回了多少 四百万 那四百万里面 两百万再去充成本 那在这里面的话 还有多少 也就是说 这个两百万 我们要干嘛 要扣交所得税 那这个两百万 我们就要干嘛 就要去扣 扣交一笔 百分之十的一笔什么 所得税了 然后第三次又付了多少 又付了三百万 那这三百万又要干嘛 扣交所得税 听得懂这次吧 所以说像一项 财产转让所的 如果说你是分期支付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去 每一期就先去充成本 充完成本之后 我们再去干嘛 再去扣交所得税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因为他在这里面的话 就讲得很清楚 就说我A公司 把C公司的股权 卖给 以一千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B 我股权的投资成本 是多少 五百万 如果你一千万 一次性支付的 那这个差价五百万 一千万减五百万 这个差价五百万 我们肯定要扣交所得税 现在我这一千万收入 股权转让 我们干嘛 分三期 那第一期多少 三百万 三百万先充五百万的成本 那这三百万 成本有没有充完 没有充完 那这个时候三百万 我们不用扣交所得税 第二期又付了多少 四百万 四百万里面 原来充了三百万的成本 还有两百万的成本 没充掉 那四百万里面 两百万继续充成本 那这个两百万 我们不用扣交所得税 那还有两百万 就没有充成本了 那这个两百万 你要扣交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了 然后第三期又付了三百万 没成本好 充了 那这三百万 全额扣交所得税 就这意思 看懂了没有 第三个 扣交义务人 在申报和解交税款时 应当填报有关的报告表 那么扣交义务人 可以在申报和解交 这个应扣税款前 报送有关的资料 那么已经报送的 在申报时 不用再重复报送 第四个 按照规定 应当扣交的所得税 扣交义务人 没有依法履行扣交 或者无法履行扣交义务的 那么取得的 所得的非居民企业 按照有关规定 向所得发生地的主管税有机关 申报交纳 未扣交税款 并填报有关的报告表 非居民企业 如果说没有按照规定 申报交纳税款的 税有机关可以责令限期交纳 如果说是 非居民企业应当 按照规定 限期申报交纳 如果说是责令 这个交纳前自行申报的 我们可以视为 已经安息什么 交纳税款 第五个 非居民企业取得 同一项所得 在中国境内存在着 多个所得发生地 涉及到多个主管税有机关的 我们可以按照规定 自行申报 未交纳税款 选择什么 选择其中一地 办理有关的申报事宜 那么 设立申报地的主管税有机关 应当在设立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 像扣交易务人所在地 和同一项所得的 其他的发生地的主管税有机关 报发送什么 联络罕告知 非居民企业的涉税事项 第六个 这个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要求纳税人 扣交易务人和其他知晓的 相关的一些 情况 一些什么相关方 提供应该扣交的 有关的合同 其他资料 扣交易务人应当设立 代扣代交税款账本 和合同资料的档案 那么记录 准确记录 非居民企业 这个所得税的扣交情况 第七个 按照规定应当扣交税款的 扣交易务人没有扣交的 由扣交易务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这个依法责令 扣交易务人补扣税款 并依法追究扣交易务人的责任 需要向纳税人追交税款的 我们向所得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依法执行 扣交易务人所在地和所得发生地 如果说是不一致的 那么负责追缴税款的所得发生地 应当通知扣交易务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何时有关情况 扣交易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应当自确定 因那税额没有 未依法扣交致起的五个工作日内 向所得发生地的税务机关 报送非居民企业的联络网 告知非居民企业的一些什么 涉税思想 这里面讲讲清楚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一个是扣交易务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还有一个是所得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应当扣交没有扣交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应扣交没有扣交的 那么扣交易务人 这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这是一个追缴税款 由谁去追缴 由所得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来进行追缴 如果说扣交易务人和所在地 跟所得发生地不一致的 导致这个所得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和这个扣交易务人所在地的这个税务机关 不是同一个税务机关的时候 你要讲清楚了 这个由谁去追缴的问题了 这里面还有联络函的问题 要关注一下 第八个 扣交易务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为扣交易务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 对于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有不同的所得所得发生地 主管税务机关的按照以下原则来进行处理 来看一下 不动产转让的 不动产所在地为税务机关 权益性投资自然转让的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按照分配所得企业所在地 然后利息租金特许全使用费的按照支付负担企业 或者个人所在地来进行确定 这是关于这个有关的一些扣交的问题 我们再看第四个黑体字 关于外国投资者暂不征收预体所得税的 暂不征收预体所得税 这预体所得税不就10%吗 你看一下原则 从17年的7月1日开始 谁境外的投资者从哪里 中国境内取得的什么利润 这里面原则上是10%的一笔预体所得税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境内的企业干嘛分红 分给你境外企业 那么我们境内的企业分红的是 不是要帮你扣交一笔10%的一笔所得税吗 那这笔所得税就叫做什么预体所得税 听懂了没有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境内的什么A公司干嘛分红 分给谁境外的什么币 然后境外币拿到分红之后干嘛 再投资 再投资 投资到哪里 比如说投资到境内的C公司上面去 听到东京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现在呢 是境内的A公司要分红分给境外的什么B公司 那如果说后面不讲再投资的问题的话 那这个时候A公司要针对这笔股息 比如说1000万的股息分红 那么要帮B公司要干嘛 代扣代交10%的一笔预体所得税 这大家都应该清楚了 现在呢B公司拿到分红之后呢 再干嘛再投资 投资境内的什么C公司 而且是什么鼓励类的 那这个时候符合条件的 我们实行什么低延纳税政策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时候A公司我们就不需要 针对这个分红 我们就不需要交纳10%的所得税 听得懂这次吧 我们暂不征收10%的所得税 那么从18年开始呢 这个从鼓励类的扩大之到 所有的什么 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行业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外商B 从中国境内拿到的分红 再投资境内 而且是属于非禁止的 那这个时候 我B从中国境内取得的这笔分红 我们可以10%的这笔预体所得税 我们可以干嘛 赞不征税 我们实行低延纳税政策 那么你要满足 能不能这个10%这笔分红 我们还要不要去交 我们要满足三个条件呢 如果不真的话 要满足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一个是什么 再投资方式 第二个利润来源 分红的来源 第三个什么 再投资的直接性 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 那么这一笔的10%的 这笔预体所得税 A公司可以不用扣交 你是也就站在B的角度 你是不需要再 赞不交纳这个笔10%的 这笔所得税了 能理解了吧 那哪三个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 再投资的方式 境外投资者 以分得的利润进行直接投资 也就是说我现在B 直接拿到这笔分红 在干嘛 投资什么 境内的C 那么包括境外投资者 以分得的利润进行什么 增资 包括对C进行什么 增资 新建 股权收购等投资行为 但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新增 转增 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符合条件的 专利的投资除外 具体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 新增或者转增 境内的居民企业 实收资本 或者资本公司的 在这里面 外国投资者 以分得的利润 用于补交期境内的 居民企业已经认交的 注册资本的增加 实收资本 或者资本公司的 也是属于这种情形的 第二个 在中国境内 投资 新建一个居民企业 从非关联方 收购中国境内的 这个 居民企业的股权的 还有国家规定的 其他情形的 也就是说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B 从A那里拿到的分红 再投资C 再投资C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是什么 对C进行什么 增资 我们算的 第二个是什么 你重新设立一个C公司 也算 第三个是什么 从C公司原股东 那里干嘛 去收购股权 但是要求原股东 跟我B 是属于什么 非关联方 听到东西斯吧 这叫做再投资方式 第二个 分得利润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所讲的B 这个 再投资的这个分红 这个分红 从哪里来的 境外投资者 分得的利润 属于中国境内 居民企业 向投资者 实际分配 而且已经实现的流存收益 而形成的股息红利 等全新投资收益 也就是我们A分红 分给B的 这个分红 必须是什么 实际分红 而且是已经实现的 这种什么 流存收益 所形成的这种股息红利 好了 再看第三个条件 要求什么 再投资的直接性 也就是境外投资者 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 必须 也就是说 我B对C的这种投资 必须是以什么形式支付的 现金形式支付 相关的款项 从利润分配企业的账户 直接转入到 被投资企业 或者股权转让方的账户 在直接投资前 不得在中国境内外的 其他账户进行周转 原则上也就是说 我B对C的这个投资 这笔钱 其实是由A直接付给C的 或者说是 由A直接付给C的股东 听到东西 如果说你必须收购 C公司这个股权的 那这个时候 是由A直接支付给 C公司其他股东的 听到东西 而且是以什么 以现金形式支付 我们要求是什么 投资前 不得在境内外的 其他账户进行周转 能理解了吧 那么在这里有个提示 境外投资者 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规定 通过人民币再投资的 专用存款账户 再化转 再投资资金的 相关的款项 从利润分配企业 A的账户 转入到境外投资者 人民币再投资 存款账户 也就是B的 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当天 再由这个B的 这个装用存款账户 转入C的账户 或者说是C的 股东的账户的 我们也视为直接支付 这个没问题 第二个 境外投资者 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 如果说是以实物 有价证券等 非现金形式支付的 那么有关资 和所有权 直接从利润分配的企业 转入到被投资企业 或者股权转让方的 那么在直接投资前 不得由其他企业 或者个人持有 或者临时持有 什么意思 现在A对B的分红 不是以现金分红 是以实物有价证券 等非现金形式分红的 那行 你这个时候 所有权也是必须要求 由A直接给谁 给C 或者说是C的股东 不能够给其他人 不能由其他人 不能给B 也不能给B以外的其他人 来干嘛 代为持有 或者临时持有 懂了吧 满足这三个条件 就行了 你这个时候 A分的 分给B的 这笔分红 我们就不需要去交纳 10%的什么 预体所得税 第二个 境外投资者符合规定条件的 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申报 如实向利润分配企业 提供有关的一些政策资料 那么利润分配企业 适当审核认为 境外投资者符合规定的 我们可以干嘛 就不需要 预扣 这个 不需要扣交这笔 10%的 预体所得税 并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什么 备案 也就是说 我现在A要分给我B了 我B说你这笔钱不要给我 你直接给C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需要来扣交10%的所得税了 你作为A企业 你要进行合理的审核 并向主管税务机关要履行什么 备案手续 那么境外投资者 按照规定可以享受 赞不征受预体所得税 但没有实际享受的 那么我们按照实际交纳税款支起的三年内 我们可以申请什么 追捕该项政策 退还以纳的什么税款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可能 这个政策 18年以后 我们17年已经开始 当时17年 当时是鼓励类的 18年开始是非限制性的 那有可能呢 比如说我19年的一个分红 我再投资到了C去了 只不过当时A分给我B的时候呢 没有那个 不知道这个政策 莫名其妙的就扣了我一笔所得税了 那么我们自交纳税还 这些几年内 三年内 我们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什么退税的 这个比10%的所得税 我们可以退出来的 第四个 境外投资者通过什么 股权展让 回购 清算等方式 实际收回 享受 暂不征收预体所得税政策的 这种直接投资的 我们在 实际取得相应款项后的7天内 按照有关程序 要申报 补交地盐的税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现在你既然再增资了 比如说你再投资到C了 B再投资到C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只有C的股权 那如果说你这个B 把这个C的股权 把它卖了 回购啊 或者清算等方式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取得相应款项后的7天内 把原来分红的 没有交的这笔10%的 这笔地盐的 这笔预体所得税 你要干嘛 要补税 要补掉 就这意思 第五个 境外投资者享受规定 暂不征收预体所得税 政策待遇后 被投资企业 发生重组的特殊 符合特殊性的重组条件的 并实际按照特殊性的重组 进行所得税处理的 我们可以继续享受 暂不征税的政策 也不需要 这个补交地盐的所得税款 也就是说 我现在B再投资到了C 那么 当时这个分红 我们已经享受了10%的预体所得税 暂不交纳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现在什么 C进行什么 重组了 C公司进行重组 而且呢 又符合特殊税务处理条件的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有关的这个 那笔10%的那笔预体所得税 我可以继续递言 我也可以继续 暂时不用交纳 知道 知道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黑体字 关于境内的机构和个人对外付费 你从中国境内 境内的机构和个人对外付钱 付费 支付外费 因为我们国家目前为止 还是属于外汇的一个什么 这个管制国家 所以说我们 对于对外付费的话 我们要进行税务备案 你要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是需要进行税务备案的 它是有要求的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客观题 那这个是要关注一下客观题选项的 他这么说的 境内的机构和个人 向境外 首先第一个 向谁 向境外 而且是什么 单笔支付多少 等值五万美元以上 不含等值五万美元的外汇资金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指的是什么 大于五万 大于五万美元的 而且是什么 单笔 你境内的 向境外的单笔支付五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资金的 除了不需要进行税务备案 我们都要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什么 备案 你看一下哪些要进行备案的 注意下客观题选项 第一个 境外的机构或者个人 向从境内 获得包括一些运输 旅游 通信 建筑 安装 劳务承包 保险 金融 一些计算机 信息服务 专有权力的一些使用和特许 文化 体育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和其他贸易性收入 那这些我们要进行备案 第二个 境外的个人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工作报酬 境外机构或者个人从中国境内获得的股息红利 直接债务利息 担保费和非资本转移的一些捐赠 赔偿 税收 偶然所的等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 申报 第三个 是这个 境外的机构 从中国境内获得的一些融资租赁的租金 不动场的转让收入 股权转让所得 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其他合法所得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从境内 付给谁 付给境外 单笔超过多少 5万美元的 那这些情况的 你要都要进行什么 备案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说是同一币 合同需要多次支付的 我们只要在首次 办理付会前 办理备案就行了 后面几次就不需要再备案了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 无需进行备案的 不需要进行备案的 哪些情况下面 即便单笔超过了5万 我们都不用进行备案的 你看一下 第一个 境内的机构 在境外发生的一些 差旅会议 商品展销等费用 境内的机构 在境外代表机构 境内机构 在境外代表机构的一些 办公经费 以及境内的机构 在境外的承包工程的一些工程款 境内机构 发生在境外的 进出口贸易的 佣金保险费赔偿款 进口贸易下 境外机构获得的 国际运输费用 保险向下的 一些保费 保险金等有关费用 第六个 从事运输 远洋渔业的一些境内机构 在境外发生的 修理油料 港杂等费用 境内旅行社 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 一些团费 以及待定待办的 住宿交通等费用 第八个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下的 一些金融机构 金融公司 从我国取得的 一些所得收入 一些包括 投资合营企业 分得的利润和 转让的股份 所得再华财产 让收入以及贷款 给我国境内机构 取得的利息 第九个 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 向我国提供的 外国政府贷款 和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下的一些利息 第十个 外汇指定银行 或者财务公司 自身对外融资 如境外借款 境外合同拆借 海外代付 以及其他债务 向下的一些利息 第十一个 审计以上国家机关 无偿捐赠的资金 审计以下的 你要 你要备案的 审计以上的话 我们不需要进行备案 第十二个 境内的证券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 向境外的机构 和境外个人支付的 有关的一些股息红利 利息收入和有价证券 卖出的一些所得收益 第十三个 境内的个人 在境外的一些 留学旅游探亲等 因私用会 第十四个 境内的机构和个人 办理服务贸易 收益和经常性 转移下的一些退会 外国投资者 以境内的 直接投资合法所得 在中国境内的再投资 第十六个 是财政预算 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非贸易 非经营性的付费业务 还有第十七个 国家规定的 其他情形的 那么这十七条 我们不需要进行备案 即便你单笔 超过五万美元了 我们也不需要备案 哪些要备案的 哪些不需要备案的 关注一下客观题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年考的一道单选题 境内的机构 对外支付下列 货币资金的 外汇资金的 那么需要办理 和提交有关的 这个备案表的 哪些需要办理备案的 A选项 境内机构 在境外发生的 商品展销费用 B选项 A选项不需要 B选项 这个进口贸易向下的 有关的境外机构 获得的或竣输费用 不需要 C选项 境内机构 在境外承包工程的 工程款不需要 D选项 我国县级 国家机关 对外无偿援助的资金 这个要的 我们只有是审计以上的 我们才不需要 审计以下的 我们都需要进行备案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说选的是 D选项 那么这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把第二节的内容 给各位考生 做了一些介绍 那第二节的话 主要是涉及到 有关的非居民企业的 有关的税务管理 那这里面的话 还是要关注一下 一些客观题的选项 其中那个叫什么 符合条件的 一些境内再投资 我们暂不征收 这个10%的 这笔预题所得税 曾经是考过 19年的时候 是考过主观题的 是带有一种 简达性质中 主观题的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还是要去 注意一下一些 这个文字性的 简达体 或者说是客观题的选项 那么这一讲 就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里 不给考生 切换